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扣件连接螺栓的一个生产流程 我们生产的这个就是出口于韩国 其实就是在国内很多工地上都是常见的东西 就是看似简单的一个产品 咱们就是跟随镜头看一下它的就是各个这个步骤的生产流程 第一个步骤呢,首先就是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扣件的一个冲压的流程 它是由一个扣件跟一个底部冲压完成以后 再经过肚心产的表面处理拉回来进行一个螺栓滴贴 第二步呢就是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螺杆的一个生产流程 这边呢是一个人工然后进行一个滚丝 滚完丝以后然后再拉到肚心产进行一个表面处理 第三步呢就是先进行这个圆管进行一个根据提前量好的尺寸进行一个切割 最后一步呢就是进行一个焊接车间的一个焊接 所有就是各个配件表面处理完成以后 然后进行一个焊接 第一步呢是底下放一个方垫圆平垫圆平垫上面进行一个圆平垫焊接 它这个可以起到一个旋转的作用 然后第二步焊接就是这个提形扣圆螺帽跟这个圆管进行一个焊接 这个这边是一个圆螺帽提形扣的圆螺帽 可以就是随意的根据那个调节这个长度 最后呃这边呢是一个 这个弓形底座跟一个圆管的一个拼接 这个就是成品就是算完成了 咱们这是一个所有的规格可以进行一个定制